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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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春的年代它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我觉得在青春年代 我们那个时候青春年代能够感动我们的东西 我觉得在今天也依然会使你们乱学沸腾 是不是 我觉得都是有相通的 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一起去欣赏唐诗诵词了 对吧 如果说八十年代我们都不能共同欣赏的话 我们怎么去共同欣赏唐诗诵词来 好 这个 这里呢 我想在另一个肛窝底下 肛要底下来谈蒙诺诗 蒙诺诗的明朗话 从自我到历史 这个因为蒙诺诗呢 在他蒙诺诗诗的阶段他要表达出一个自我 这个自我要充决的 是一个时代的压抑 而那个时候时代的话语体系 话语秩序 它是在民族国家那个意义上来叙述的 是吧 诗语的是 只能表达爱民族国家 这才能够理解 你不能说你个人有一个什么情感 你只有写共同兵 人民 所以呢 你觉得你是谁 你先要告诉我 是吧 你那个模是谁 你现在告诉我 在过去 贺敬之的 这个雷锋之歌也好 许多个夜晚 许多个夜晚 一说夜晚我们都知道 那就是旧社会 你现在这个夜晚是什么 你搞什么鬼灵 这就不一样 你就变成你个人的经验 所以人家搞得清楚 他都是 过去是在普遍性的经验 共同的经验 我们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共同体 是一个集体 所以他只有大我 没有小我 所以摩托斯这种是这个小我 有什么意义 在过去 个人的情感是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的 你一个人只有和祖国 和人民联系在一起 你才是有意义的 知识分子 只有走和公共相亲和的道路 他才是有抽筒的 是吧 现在当然 我们这种历史的变化 大家想想那些年 这个变化是多么的巨大 是不是 正如今天 我们再也不会动不动 说你是反革命 现前反革命 是不是 你革命和不革命 这是你的自由 你不革命没有关系 在那个年代 我们根本不能想象 你可以不革命 你可以甚至一肝反革命 那就掉头弹 那就把反革命枪毙掉 这个都觉得天经地义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代的变化 那么到了文中诗 就是我说它明朗话 就从自我 这个自我 表达出来之后 这个小我 它充决了一种历史的压制之后 它要重新建构自我 所以我在讨论上半文学 和文物诗的时候 我一直会讲到一个历史主体化的问题 历史主体化 是主体的历史化 大家一直对这个概念的 我要在这样一个概念底下来讨论这个文学史 大家会觉得有点难理解 就是这个自我 它本来是小我 是吧 这个小我呢 它是受到一种排斥的 和集体是对立的 和这个历史是对立的 因为那个历史 是一个强大的压迫性的历史 压制性的历史 所以北岛这些人 盲客这些人 天空是举起 一个血泥里的盾牌 是吧 然后这是卑鄙 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牧制 所以这个个人 这个自我和这个历史是对抗的 历史是要埋葬你的 它是要对立的 是一个生和死的一个选择 但是你会发现历史的进变化之后 这样一个文龙式的自我 表达出来 自我获得合法性之后 这个自我它要重新历史化 这个自我要把它 重新和中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 当然 有时候 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做出这么一个历史的 细致的划分 大家会觉得 是很困难的 同时 它是交织在一起的 会重叠在一起的 是吧 就是说 这些一方面 是好像是历史的 这样一个 递进的一个变化 我们有时候有很难摆脱现代性的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但有时候它是交织在一起 它表层和底层 表层和深层 它是历史是多维的 所以 龙龙式的明朗化 这个叙述本身 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同时 我这里想 强调一下 它也是一个结构的概念 就是说它本身其实隐含了 这样一种结构 就是从自我 到历史和时代的这种结构 因为龙龙诗 这些写作的日期 都被标明得很乱 因为没有真正的版本学 现在去见给他们 多多很多诗 说是百亚店的时候 写的很多人就会提出质疑 包括我们看书庭的一些诗 它标明的日期是七五年 那么 七六年 七七年 就是这些时间 是不是准确 是不是准确 在没有手稿 做证据的情况下 我们有时候要给诗人 给这个时代 做一种情感的梳理 我们会发现有一定的困难 最后只能以 发表的这种刊物 来做一个历史的戏谱学 是吧 因为我们描述 这种历史的轨迹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依据的这些东西 它的时间是不是真实的 是有这样的困难 但比如谈到这个江河 我在这个干部底下来讨论江河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在蒙农师的那样一个 对自我的蒙农的表达当中的时候 这个 它有很强的 江河就有很强烈的 自我和自我的历史化的那种冲动 它 这个自我意义上是承载着民族和国家的 像当时的四五诗人 江河是典型的四五诗人 其实北岛还像这些人 他们都是从四五这样一个历史中走过来 所以江河在那个时候 它是很有武动性 它是把自己定位为能力的歌手 它把各人的命运和历史联系在一起 所以它的诗的有一种强烈的实在精神 纪念杯是四五运动的一种历史的记录 大家读一读这几句 它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 我就有多少重量 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 我就流出多少血液 这种是在当时是非常的厚迈 非常的富有一种激情 就个人 我完全是一个英雄和烈士的 这样一种姿态 随时要为祖国和人民献身 所以大家很难理解我们那个年代 欧阳海之歌 这个一个把这个马车 拉过这个飞驰而来的列车 自己献身 还有这个金逊华 金逊华的故事 就是为了抢救洪水冲下来的几段木头 然后就把自己的命就送了 那么后来呢 我还看了一个节目 就是金逊华有一个战友 他是替金逊华守木 金逊华的木还在那个东北的这个黑土地上 是吧 这些北大荒啊 这个都走了 资金都走了 那个农场划斧啊 但金逊华是在那个县身 为了抢救集体的几个木材老先生了 但他的墓地建在那里 他这个战友是跟他同屋的战友 他认为那天本来是因为他 他应该要跳过去救的 结果金逊华跳过去救了 他认为金逊华是替他死的 所以他就要替他守木 这一守木守了几十年 这种故事是很感人的 大家想一想 多么人都回城了 他上海之亲 他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守木的 守着他的战友 那守木了 后来要修这个烈士的陵园 因为这些风吹 乐大乐塞 那个当年的建的那个陵园 很简陋 就要做一个墓地 做一个墓地呢 他没有钱 当然这很有意思 我当时看了那个 还有这个 就是一个福建的 福建 所以福建还是有 大家知道 当然陈家根捐这个 印下铁路 福建就是一些棋了 当然我不算福建的棋了 还有那个瘦瘦 买那个瘦瘦 那个叫什么来着 大家知道 那个拍卖那个法国的瘦瘦瘦 结果一个福建的 他在搞鬼 是吧 就是美国人呢 他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福建 黑帮 福建的 福建的搞黑帮 在美国很厉害 就怕福建 常乐 常乐 这个 常乐的 一个是台湾的株林帮 一个是这个 福建的常乐帮 在那个 美国搞那个黑帮 我 我因为是明本人 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一直看 这个米南人是非常奇怪 就全世界 就福建的搞得起黑帮 搞得起黑帮组织 这为什么 他在是非常奇怪 那么 福建的 他有这么一对 米南人 就是说 你 骗朋友 这个人该死 是吧 你就是 朋友不骗 这种人 不行 你如果不骗外人 你这个是傻瓜 是吧 你这个外人 你不骗 你这个这么傻 外人你应该要骗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福建会有假标 为什么会搞评论 是吧 他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 大家都不能学 不能学福建的 要学上海的 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 当时就福建 就捐了那个大理石 从福建 大理石棺材 大理石的墓碑 就从福建运到 这个东北去 运费也打出 你说一个 他那个 做那个大理石厂 那个商量也没什么钱 他不是说很有钱 他不是 他没什么钱 你想一想 那个做大理石 能挣多少钱 挣了多少钱 是吧 他就居然给他 搞了那个 烈士林园 从福建 用火车 运到那个东北去 所以 因为全中国 那么 还有那么多的富豪 没有人管这个事 是吧 那么福建 就是爱搞这些名堂 就搞了 当然我觉得 这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就把那个 大理石 做了一个烈士林园 就运到 运到东北去 结果那个节目 我看的蛮感动 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是上海的 上海之星 为金兴华守 守了几十年 应该说 从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二十几年了 所以都老了 都五十多岁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感动的 但大家会想 金兴华那个年代 为什么几段木头 就会跳下去 命还过了木头之前 在那个年代 很多人这类故事 就都是抢救国家财产 个人就是要献身 所以江河的诗 今天你们读起来 觉得它 夸大气词 虚张声势 是吧 都不懂民族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真就是这样 祖国需要你去牺牲 你自己觉得 为人民而死 真的比太想还重 我们天天念人家 一个人是吧 这个为人民而死 就死得比太伤还重 就是受那种影响是很深的 所以你看说 如果血不能在身体里 自由地流动 就让它流出 流遍中国 那么中国 确实中国人 大家 日本人曾经 就攻击中国人 日本人 他这个 当时打仗 跟中国人打仗 他就说 这个 中国的军队 他说 为什么会败 一个逃兵最多 一打仗 蒋介石那种兵 一打 三分之 就逃兵 就逃掉了 跟国共产党打仗 还有一个汉奸很多 全世界 一个是叫做汉奸 一个克奸 克勒地亚 克勒地亚也是出克奸 他叫克奸 那么汉奸 当然中国很奇怪 中国文化很奇怪 你想他们说 伪保长 伪甲长 他虽然当作伪保长 伪甲长 这刀是靠点刀哈 但是他替当地老百姓办事 他要保护 想方设法来保护老百姓 其实你去看当时的那些 伪保长伪家长出来 你说他 他觉得很冤枉 是吧 那个时候除奸运动等等 他其实冒着危险 因为都是地方上 能不能 你不去当谁当 只有他去当 他才能够让一方的老百姓 更加安全 牺牲更小 才能跟这些 日寇周旋 他现在也蛮危险的 他是这样的 他有这样一种 一方面他又是汉奸 他不是那种英勇就义 是吧 老子这个宁死不去 他也不是 但另一方面呢 他又想方设法 保着危险 来保护这个老百姓 他这个文化确实是 非常复杂 但是你要说 当时张志忠啊 打入扣的时候 为什么他要扛着棺材去 扛着棺材去上战场 他家里先坐好棺材 至终每一次上战 他就说 跟他的士兵说 今天是去送死 他就跟他说 我今天又是去送死 为什么 那逃兵啊 你这个将领 你不身先士卒 不把自己的身世 置之度 过去一打仗 他们团长先跑了 那营长跑了 营长跑了 那连长肯定跑了 连长跑了 那台长班长肯定跑了 那底下当兵 那不就跑了 所以你只有当官人 身先士卒 所以张志忠 他扛着棺材上去 所以张志忠 打死了 战胜的时候 日本人对他说 素老奇迹 日本人专门 给他做了棺材 给他穿上 是啊 给他穿上那个 他当时还是中将 穿上中将的这个衣服 蒋介石 倒是从南京 送来这个 南京送来这个 上将 上将的军服 让他入藏 是吧 他是这样一种 确实因为 我们中国人是 也有他有血性的一面 你说他过去 有这么一个 有很屈辱的历史 但是 那种血性 那种 刚烈 大家看看 那个汪精卫 汪精卫 当年是刺杀 这个 益勤王 是吧 那二十几岁 那是 那是何等的 这种英雄啊 他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中国的女子 也是 叫什么 陈碧君 是吧 跑去跟他睡觉 是吧 鼓励他 鼓务他 就是说这个 你是英雄 我为你献身 看着战争的时候 中国武汉成立 这个一个 妇女联合会 妇女联合会 这个报纸上查得到 不是我 那个起了一个名字 很难听 我当然不能在这里说 就中国的女性 她也是很有献身的精神 就是说 你这将士 这个上战场 我这些就是 为你献身 对吧 就是为你献身 就是 就是你的人呢 就是你的人呢